好了 主播各位觀眾記得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花蓮知名景點太魯閣 東西橫觀公路的牌樓前 那目前因為在之前的0403大地震 道成說太魯閣的邊坡是土石非常的地質不穩非常的嚴重 再加上昨天太風外渦環流的影響讓整個邊坡是有鬆動的情況 還有加上多處的土石流還有泥流 事實上目前在官員路段到太魯閣路段 目前是屬於管制風便的行星 目前可以看到在整個入口處是圍上的鐵籃 還有包含了道路封閉的警示牌 那太魯閣公路段段長詹成耀也來為我們做現場的說明 因為0403正後 那整個台八線中央公路的東段沿線的邊坡受損的情形是嚴重的 所以它的邊坡是比較脆弱跟不穩定 那昨天受到颱風外圍環流的影響 那有多處的泥流水鋪跟落石以及土石灘滑的情況 那在考量颱風期間整個山區道路的天候是比較不穩定 那比較有容易突發的那個邊坡落石跟那個水鋪的狀況 那我們決定今天的整個台八線從官員到泰魯閣這個路段 我們一樣實施預警信奉路 那針對在大天強地區的民眾呢 公動段這邊也跟在地的住民跟業者 都有一個很好的溝通管道 如果民眾有緊急的需求的話 他可以跟公動段做一個通報 公務斷我們會試路況跟個案的方式 來做一個介護通行的方式 來讓民眾有個緊急的通行 好 我們可以聽到太魯閣公務斷段長詹成耀 是表示目前其實在太魯閣的官員到太魯閣路段 目前是屬於管制封閉的一個狀況 是沒有辦法人車通行的 但是如果在大天祥的這個區域的居民旅客 或者是農產業者是有緊急的運輸需求的話 是可以跟太魯閣公務斷來做緊急的了解 做申請包括了介護放行的這部分 是可以讓這個旅客或者是在地居民 或者是農產業者來緊急來做通行的 那目前花蓮線除了說在太魯閣有封閉的情形之外 還包含了副里鄉的永豐村文字洞便道 是已經被大水沖毀 那持續封鎖便道禁止人車來通行 還有包括另外一個地點在輪天大橋的便道 也被大水來沖毀 持續封鎖便道禁止人車來通行 另外還有包括了長梁便道 目前也是無法通行的狀態 所以提醒在地的民眾特別要注意 以上的幾點目前都是有暫時停止通行的狀態 如果你要用到上述路段的話 千萬要留意以上的這個用路安全 那目前呢人在花蓮的部分呢 目前雖然說還沒有逐漸的風雨 不過呢整個山陀兒颱風呢 在明天過之後呢會有相對的風雨 就即將要來展現它的威力喔 目前在山陀兒颱風 目前是在明天的中午過之後 會來高屏地區來登陸 一直會影響到3號的0寸左右 才會逐漸的脫離暴風圈 也提醒觀眾朋友們 特別要留意山陀颱風的颱風動態 所以是可以透過我們中天新聞頻道 來了解整個颱風的最新路徑 那以上呢就是一周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我們先將時間鏡頭交還給彭麗主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